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视频和大家来聊一下 阴阳是周年庆活动千年之首第二周的变化 在第二周来到之后 活动见面将会发生转变 原本的入口都被取消掉了 变成了新神游 命定之战还有千年之章 那新神游基本其实就是之前的 神武型战斗 有四个PVE的关卡 加上一个风暴试炼每天刷的 这部分变化并不大 每天的999依然还在 门票还是送50张 所以说整个活动周期里面 其实是有14天的999战斗啊 在这里不禁想问大家一句 14天的999准备全部刷完吗 那细心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已经发现了 二阶段的门票掉落多了点东西 就这个雷霆之星 二阶段专用的活动道具 这个道具的用法和PVE的 其他部分是关联在一起的 第一天会解锁两个关卡 后面也是逐日解锁 我们在点进了探索关卡以后 可以操纵遥感靠近这个柱子 右下角就会出现提交的按钮 通过在这里注入雷霆之星 可以获得每日的提交奖励 上限是100个 除了这个提交奖励以外 全服提交的进度还能够解锁技能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可以解锁的四个技能吧 第一个技能 神乐灵鹰 在命定之战Boss战中 有方对于堕落之剑 以及其召唤的蛇魔造成伤害提升 五之大意 在命定之战中 敌方受到单体伤害时附加真实伤害 天命诡计 在命定之战中 有方会造成单体建设伤害 众生喜悦 在命定之战中 虚左之男吸引之心的技能效果提升 虚左之男汇聚群体有方的攻击提升至80% 这四个专属的技能加成 都是针对命定之战 也就是二阶段的Boss战的 命定之战我们要打的还是巴切大蛇 这个命定之战的解锁时间比较晚 要等到周日才能解锁 所以下周三更新活动以后 大家还需要先打几天的常规活动 等到周日才能开启挑战 可以看到首领技能 就是神舵巴切大蛇 还有堕楼之剑那一套 那我们再说回新神游的探索玩法的变化 那这个新神游的玩法 在一阶段的时候 是由虚左之男出战来探索的 在二阶段就变成了 我们阴阳神本体出战 像这个就是我捏的妖怪之理小人 就会变成我本体出战了 那其他玩法的话和一阶段其实没有任何的区别 包括一阶段的技能加成 在二阶段也是完全生效的 仅仅只是建模替换为了阴阳神本体 然后技能特效看起来不一样了 也只是看起来不一样 就经过我自己的实测的话 发现操作手感完全一模一样 同样也还是分为了简单和困难两个难度 同样也是限时通关 手机次数少 就可以获得全部的奖励 所以这部分我就不去详细介绍了 和一阶段真的基本上一个玩法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二阶段其他的变化 二阶段在下面的入口也发生了调整 第一个是流星邀约 这里就是拉好友回归的活动 通过邀请好友回归 可以获得现时的聊天挂件 在这里可以最多邀请四个退坑的好友回坑 邀请成功以后 他们回归可以获得回归的奖励 而我们则可以获得现时的聊天挂件 还有200个雷霆之星 此外 二阶段在右下角还多了一个对异竞猜 这个玩法相信我不用多说 每天早上10点钟到晚上10点钟 每隔两小时 蛙老板就会开出一场新的对局 我们将会分为红和蓝 双方进行应援 如果应援的队伍成功获胜 就可以获得奖励 如果应援的队伍失败呢 那不好意思 金币不予退还 本次正式服对异竞猜期间 我也会在我的微博还有B站动态里面 全程更新我自己的对异押注情况 大家如果需要参考的话可以来看一下 那最后再来说一下月之海的移动啊 在二阶段青年之手中 月之海已经被移出了活动界面 变成了一个要常驻的副本 在探索界面里面 可以看这边 多出了一个六道之门 通过加入这个六道之门 就可以开启 类似于月之海的Rogalike玩法了 那这里有一个御神 里面是可以调整一下 我们当前阅读的一个加成属性 可以选择装配或者不装配 然后在活动界面的右下角 有一个印记 可以把目前已经获得的印记 装配给我们的四神 然后在月之海探索出战的时候 我们的系统阴阳是也不再是荒 而是变为九吞焦图凤凰火三选一了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有一点眼熟 这三个其实就是之前 真魂系统要第一批做的那三个是谁呢 目前看来应该是真魂下架以后 把相关的东西 移过来做了一个废物再利用 那从目前体验服的一个实测情况来看 推荐大家选择焦图啊 目前排行榜上来看焦图通关 一方面是因为通关的分数高 另外一方面也比九吞和凤凰火 要更加的简单一些 难度上面更容易通一些 那么其实从排行榜上 也可以看出来 本次活动最佳的这种是什么了 就AOE输出 焦图 九次梁拉条 千机打火 那再看看的话呢 也能看到有带鲤鱼精 还有带荒川的 具体怎么玩 等活动上线正式服的时候 再来为大家做一个 详细的攻略介绍吧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 周年轻活动千年之首 第二周二阶段的变化 再来为大家总结一下 二阶段如何不错过奖励吧 首先 每天的度一进裁 从早上十点场 到晚上的十点场 每一场全部都压下来 这样肯定是收益最大化的 然后新神游记边 每天的999战斗 都要不要打随便 但是门票一定要记得请 最多囤四天 就要把门票给清空一次 不然就会浪费了 其次就是每天在探索界面 这边可以注入雷霆之星 每天提交一百个 可以获得满奖励 记得每天都来注入一下雷霆之星 探索关卡和一阶段一样 可以选择所有的关卡 都解锁以后 一次性通关 来拿满所有的奖励 也可以在解锁的时候 解锁一个打一个 解锁一个打一个 这个随便大家自己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 千年之首二阶段的活动介绍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艾特哥海泉路 下一期视频 将会更新二阶段的Boss战 改变可能 必须费人 帮助 我们开始